现年37岁的前TVB花旦陈法拉 5月10日时被曝在中国时间5月11日 在法国和交往三年的法籍男友Emmanuel结婚 但是当时陈法拉在回应港媒查询时 就表示自己不是11日结婚 但就不肯透露婚礼的具体时间 5月21日我们终于等到她的正式官宣了 事实上陈法拉早在法国时间5月18日 已经在巴黎和Emmanuel正式的成为夫妇 当天一对新人的父母以及过白的亲友出席婚礼道贺 虽然Emmanuel原籍是法国 但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婚礼仪式中她更以普通话向陈法拉的父母 承诺照顾太太一生一世 而爷爷也同样以普通话祝贺一对新人 场面温馨感人 另外Emmanuel跟亲手为太太设计了一只独一无二的粉红钻姐 寓意两人这段浪漫坚韧的爱情幸福永远 对于正式的成为Emmanuel的太太 陈法拉感恩的表示 最开心的是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戚朋友聚在一堂 得到大家的祝福真的很感动 5月21日 陈法拉也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发表了和老公牵手修出婚戒的照片报喜 获得不少好友以及网友送上真挚的祝福 网友更特别惊叹 陈法拉的老公实在是长得太帅了 放在演艺圈也不输任何一位男神级演员 不过貌似陈法拉这辈子只爱帅哥 他的富二代前夫薛世衡 除了在演艺圈的发展不太顺利之外 本尊也绝对是一等一的大帅哥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